卡西恩 安道爾 你會終於死在這傢伙 你也不願意把這件事給真實的一切 墨西哥影星迪耶哥 露娜 回歸演出情報員卡西恩 安道爾 他踏上成為反抗軍英雄的道路 挑戰邪惡的銀河帝國 這就是5年之前的《獅子1》 我們會看到他在那一刻 那些5年是重要的 要明白卡西恩和整個團隊在《獅子1》 人們會痛苦 劇中還有銀河議會代表蒙莫斯馬 看他如何一步步成為反抗帝國的領袖 她正在進行改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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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對抗帝國的領袖 對抗帝國的領袖 我們回來了 另外迎接萬聖節的到來 應景電影《女巫野瘋狂2》 則找回貝蒂蜜勒 和沙拉傑西卡派克飾演女巫 她們再度被喚醒來到人間 將會帶來更多的混亂 和滿滿的歡樂 我是世界世界最強勢的女王 最後還有漫威電影《黑豹2》 瓦甘達萬歲 要看誰能成為黑豹的繼承者 繼續領導族人 來抵抗亞特蘭提斯的強大威脅 喜歡奇幻冒險電影的影迷 在2022年的下半年 將會有滿滿的收穫 東映新聞印紅文在好萊塢的採訪報導